好的 大家好 我是祥林 是的 我接下來就給大家帶來這個槍彈辯駁的遊戲實況 那我是第一次遊玩 上一次只是把續張玩完 然後我想說我乾脆就來做個實況吧 因為這個遊戲它之前在PSP上面已經推出過了 只是那個時候沒有中文版 所以呢 我在PS Vita的這個平台上面 有了這個中文版啊 我就來做一下吧 當然這個故事劇情應該已經很多人都已經了解了 不過應該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還不知道這個故事劇情吧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了就不要劇透 不知道了就跟我一起看這個遊戲故事的劇情吧 那我們就開始遊戲吧 繁體中文 整人 是的 因為有人跟我說這個遊戲的難度其實蠻低的啊 還是說嗎 還是說長奶奶的在吃就能快樂 我們在講下去 我呢 沒有 好 ... 好 強單辯駁希望學願與絕望高中生 剛剛那一段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意義喔 是不是我...破關了才會知道它有什麼意義呢? 不太確定喔 那所巨大的學校坐落於市中心最高級的地段 就像那裡即是世界中心似的 私立希望風學員 集合各領域的超一流高中生 以培育精英為目的 並獲得政府公認的超特權學校 有人說如果能從這所學校畢業 人生幾乎是等於成功啦 這裡好像是一所擁有數百年歷史 不斷將有前途的人才送至各界的傳統學校 以培育肩負國家未來的希望為目的 非常適合稱為希望學員的地方 進入這學校的資格有2 必須是當屆高中生以及必須是各領域超一流人才 學校不會目擊新生只有被校方挖角的學生才准許入學 在這可以加上好幾個超制的超厲害校門前 我就站在這裡 首先要開始為自己介紹 我的名字是苗木城 我的名字是苗木城 如果想知道我喜歡的偶像愛看漫畫愛聽的音樂和喜愛的電影 只要看整理排行榜的節目就一目了然啦 因為排第一名的就八九不離十啦 非常的普通 因為大家喜歡什麼他也就跟著是喜歡的是什麼 連傳統的編都勾不上 簡直就是普通中的普通 這就是我 我想用自我介紹這種慣例開場著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會嗎 用自我介紹當開場是很普通的嗎 總之這樣說起來唯一的優點 頂多就是比別人積極一點吧 自己都不是很確定 這麼普通的我 現在卻站在希望風學院這麼一個不尋常的學校面前 真的是來了一個不得了的地方啊 像我這樣的人在這所學校混得下去嗎 不出所料 我早就被這所學校壓倒性的存在感吞沒啊 可是我也會 我會這樣也是難免啦 為了讓各位了解這件事情 先從昨晚的事前準備開始說明比較好吧 被希望風學員選上的學生們 真的都是各領域超一流的高中生 關於選拔成員大家熱烈的討論到 甚至在網路討論區上成立了專用的討論串 我為了做事前準備稍微看了一下討論 名單上每個都是遠遠超出平均值的超高中級學員 比方說以超高中級的偶像身份進入希望風學院的是 在國民偶像團體擔任主唱大肆活躍 微微話題的女高中生偶像 這個表情非常的傳神啊 以超高中級的棒球選手身份入學的是 高中棒球大賽冠軍隊的王牌四號打者 連職棒界都很注意的稀有人才 來 而以超高中級的辣妹入學的則是 其實她這是平面模特兒喔 辣妹時尚雜誌封面的知名模特兒 簡直有如女高中生們的教族 不僅如此還有以超高中級的飆車族這種頭銜入學的傢伙 她原來應該是超高中級的暴走族吧 可怕的是她是日本最大飆車族的總長 似乎是集全國不良少年敬畏於一生的男人 除此之外還有超高中級的格鬥家 超高中級的民門子弟 超高中級的游泳選手 超高中級的同仁製作家 超高中級的城市設計師 超高中級的賭徒 超高中級的風紀鼓掌 超高中級的詹卜師等等 上面列滿了讓我痛切領悟到自己有多渺小的厲害成員 要比喻的話感覺就像誤闖禁師群的三花貓啊 但是有件事讓我有點在意 好像也有幾個不管怎麼搜尋都找不到任何情報的新生啊 而且還不只一個人 就算其中之一就是沒什麼才能的我 那其他搜尋不到的新生呢 代表還有其他人跟我一樣沒有值得一提的成績嗎 光是這麼想就稍微有一點勇氣了 不是我在說我的個性真沒用 總之先不說這個啦 問題是 在這充滿超高中級的成員當中 為什麼這個普通的高中生會被選上呢 原因是 只要看希望風學員寄來的這張入學通知就一目了然啊 本校從各方面都表現平平的學生當中 用抽選方式遭受一個名額 由於您便是那位雀屏重選者 將渴望以超高中級的幸運兒的身份進入本校就讀 也就是說我被選上只是普通的運氣好吧 這裡都寫得這麼明白啦 也使我或許拒絕比較好 可是自從聽說從這裡畢業人生幾乎等於是成功 我根本無法拒絕 話雖如此像這樣實際面對學校 還是覺得格格不入有點害怕 但是我也不能老是待在校門前啊 我一邊喃喃自已一邊把視線移到手上的入學通知 上面寫著 先申請八點在玄關大廳集合幾個字 雖然距離集合還有一點時間 差不多該去了吧 嗯走吧 下定讓人想像不到 只不過是第一天上學的重大決心 邁步前往玄關大廳 集合地點說的玄關大廳就是這裡吧 雖然好像還沒有半個人就是啊 我站在玄關大廳仰望雄偉的立鐘 只剩著7點10分 集合時間是8點所以還有50分鐘啊 沒有人也是當然的吧 我太緊張來得太早了 離集合還有很多時間一直在這裡等也怪怪的啊 對了我在校園裡逛一下吧 一方面也可以放鬆一下緊張的心情 我好歹也已經是我學校的學生應該沒問題吧 打發一下時間 我懷著這種程度的輕鬆心情 在希望風學會踏出第一步 這次展開新校園生活充滿希望的一步 應該是這樣才對 咧 眼前突然變得像咖啡在攪拌一樣 就在我踏出第一步的同時 我的視野開始扭曲旋轉啊 最後世界就在化糖要慢慢融化混合 轉轉轉轉轉轉轉 變得越來越模糊 越來越模糊 然後下一個瞬間 一片漆黑 這就是一切的開始 也是日常生活的終結 就在這時候或許應該察覺 我來到希望風學院 根本不是什麼超高中級的幸運兒 而是超高中級的不幸兒 歡迎來到絕望學院啊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序章要開始啊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在那裡中段啊 所以我想我大概都是在儲存點這邊中段吧 一集就是到儲存點 那如果說一集的時間在到儲存點之前太長的話 我可能就會剪切一半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先在這裡結束啦 那下一集當然很快就來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會 各位掰掰 拜拜